六四前夕 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旁被民众直击出现多匹巨马 还有警察字样的三角锥 虽然无法确认是否用在六四当天 但在港版国安法威胁下 香港维员今年将三度缺席六四纪念活动 港媒报道 多位香港民主派领袖当天会在狱中绝食 悼念六四死难者 包括前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仁 前副主席何俊仁和邹幸彤 邹幸彤周二入庭时还高喊 勿忘六四 抗争到底 而在海外 多位巨英港人在英国各地举办不同的六四活动 延续香港人的抗争 其实他本身提着六四这一件事就是一种抗争 无论我们有没有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我们认不认同 要争取一个民主的中国都好 我们都有一个责任 是和一些受压迫的人站在一起 法媒统计 至少有九个国家 二十九个城市 会在六四当天举办纪念活动 数量比去年还要多 且多半在欧洲 除了烛光当年晚会 也会到当地中共使领馆抗议 台湾晚会地点选在自由广场 去年香港大学遭拆除的国殇支柱 当天也将在现场重现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毅豪倩如 台湾台北报道